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说话 有的人话多 有的人话少 往往对女人话多 男人话就相对少了一点 过去有一句俗语叫抬头老婆低头汗 它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这是人最难相处的一种男人女人的状态 这个女的抬着头 哇啦哇啦的跟你一通吵 这女的特难弄 男的低着头长时间不说话 这男的也特难弄 所以说抬头老婆低头汗 那么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据说有人类学家研究 说于远古时期这男人们都组团去打猎 打猎的时候不能大声嚷嚷 但这女人她是去采集果实 采集果实就得大声嚷嚷 说赶紧过来 这边果子多 这边果子多 你在树上那边多 哪个果子有毒 哪个没毒的 反正她得说话交流 那么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男人不太爱说话 女人特别爱说话 三个女人一台戏就这么来的 但这种说法呢 不一定啊 比如我就特爱说话 估计那个过去采果子里的那人里有我 有我的影子 想必啊 我们大家今天都非常关心我们平时怎么说话 其实我老说这说话是有前提的 也就是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首先啊 我们是有直接说话 所谓直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你有个具体对象 你说话你反正不是自言自语啊 你总得对这个人说吧 古代呢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其次呢 是在另外一种语境中 这是现代状态 比如我们打电话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 这打电话的时候呢 你的表情 动作全都不起作用 因为人和人面对面的讲话的时候呢 这个表情和手势它起作用 现在这个手机啊 过去那手机是举在脸上 现在有这蓝牙耳机以后 它不举在脸上 所以我有时候就看到一个人在那 跟闹鬼似的 在那不停地说什么呢 其实它是在打电话 这种现象啊 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特奇怪 现在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有时候你比如你在车上啊 或者你在机场啊 在车站你都能看到这样的人 那我们今天每天要说多少话呢 我现在觉得啊 大部分人的见面说话的机会 是越来越少 即便见面说话也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平时沟通机会多了 你看电话啊 发明一百多年来啊 电话过去有个词叫包电话周 就很多人啊 关系好的闺蜜啊 男闺蜜 抱着电话一说说半宿啊 现在呢 倒不需要这个了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变成零碎信息 比如你发一个短信 比如你这个发一段语音啊 比如你有个急事临时就沟通 用不着再见面了 所以很多人沟通 包括我自己啊 这个几年之内的频繁的沟通 但没见过面 偶尔见面呢 好像也没觉得隔了多久 也没那么多话说 所以今天呢 基本上都是简直重要的话说 能少说则少说 甚至干脆不说 我们今天啊 那种无意义的亲情招呼越来越少 不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打招呼是个骑马的 我去单位去工厂 那老师傅挨个都得打招呼 你不打招呼 你马上就变成一个没礼貌的人 我看现在人不是太爱打招呼 过去一回家走到胡同里 跟左邻右舍的都得打招呼 一见面就说吃了呗 说吃了 说没吃家吃起 这是一个套话 就是你吃饭没有 你要没吃呢上我们家吃去 比如我们在工厂 那时候带饭 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盒饭 你今天叫外卖什么 最后把那个外卖的塑料碗 纸盒子全扔了 吃顿一顿饭 扔那么大一堆垃圾 这简直是 我就没法说了 对我们这个社会 我真是对这个事深恶痛悦 我们过去那饭盒 每个人带的饭不一样 每个单位都有一大蒸锅 蒸热中午的时候 一打个饭你吃什么呀 说这米饭带的带鱼 你呢 说我这炒的西红柿炒鸡蛋 说我快两转 给你快带鱼 这种都变得非常的亲切 但我们今天呢 没这个了 我们今天打招呼 都好像都是流行语 现在就是小品流行什么 你打招呼就是什么 来了老弟 老弟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前两天我出席一个活动 因为我好久不怎么出席 这种大型活动了 挺好一社交机会 你看那一桌一桌的人 都不说话 都低头玩手机 这桌子十个人里 至少有八个九个 都在那玩手机 很多人也是多年没见 然后还宣两句 就说就完了 不想再说什么 如果想说的呢 有可能都在语言里都说过了 今天呢 就是特别思念的人 可以打打视频电话 我过去看过一个资料 说二十世纪 就是上世纪最无用的发明 就是视频电话 那时候视频电话是家里的 比如你在家里呢 你正在上厕所 你的领导打了一电话 你不好意思接 你说我这蹲马桶上怎么接 现在不是 现在这个都可以拿着 手机很近距离的 你看的是脸 它做的哪都不重要 所以今天呢 就会给大部分人的这种 思念的感情减弱 尤其是亲人之间 比如家长跟孩子之间 隔空 比如这个电话打到美国去 天天可以视频电话 所以他没那么思念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 很有意思 因为中国人特别爱打电话 你注意看 现在好很多 是因为现在短信和语音功能强大 在几年前 短信和语音功能不强大的时候 中国人最爱打电话 我看到一个统计 说我们大部分人打的这个电话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无用信息 叫急 是一种废话 只剩下那百分之二十有用 什么叫有用呢 你不说今儿 老婆打了一电话 说今儿早点回来 晚上吃饺子 这算有用信息 那又说你这个干嘛呢 你这一天也不给我个信 你想过没有 这基本都属于无用信息 这个无用信息 当然不是绝对的无用 有时候你只有两个人 说几个钟头的废话 它主要是一种情感沟通 但是也不能说 这个信息就彻底的无用 但基本上没什么信息的 我们说到这儿 就发现我们语言上 基本上是两种 一种就是我现在说的发声 靠嘴巴说 另一种是不发声 不发声比较复杂 第一是面部表情 你的喜怒哀乐 你的内心的直接的表达 还有就是肢体动作 你比如肢体动作 你人要是肢体没有动作 说话很怪异 你比如我现在 我从头到尾都这么着跟你说话 你觉得我很怪异 你比如有一种 是为施语者 就是我们不能说话的人 使用了一种叫手语 我最初特幼稚 我以为这手语 是全世界通用的 感情这手语也分国界 现在也有这种国际手语 就跟国际语言通用似的 第二种就是我们的职业 职业的肢体语言 这个肢体语言很有意思 它每个职业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你在手术台上 医生跟你这样 什么意思呢 就你把剪刀递给我 对吧 是吧 我们平时这样一个手艺伸出来 是要干嘛呢 是要击掌 很高兴 我们击掌 我们赢了 或者见到你很高兴 但是你在街上 有个警察冲你这样 你就不是你下车 要跟他击掌 这是让你停下来 他发现你有问题了 对吧 你比如专业中 专业中潜水 有人很喜欢潜水 潜水你下的水底下 是不能说话的 那怎么办 都是靠比划 这比划怎么比划 这么比划 看到没有 这什么意思 下潜 但你生活中你这么比划 人就不高兴了 你这个是很不礼貌的呀 这是一种语言 还有一种语言呢 过去是远距离传输的信号 比如中国古代的风火呀 比如我们的这个过去建船上的旗语呀 还有船员用的灯雨 灯光的啪啪啪闪 靠这种闪来传递信息 那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呢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靠肢体 比如啊 我们如果语言有前提的话 这啥意思 这是胜利 胜利 据说这个是丘吉尔在二战胜利演讲中使用的这个 这个V 这个V表示胜利 从他以后 这个二 就风靡世界 我们现在很多人照相 都是这样 我有时候经常被人拦着 照个相 说马老师 我给你喝个影 行不行 可以 然后他站在我身边 他一下就这样 我不知道啥意思 是他胜利了 还是怎么着 我不知道 就是他老要比活这个 那么你说比活这个 这就是一个二 对吧 它不一定 你比如说你在北京啊 有的加油站 你到那加油站 一进去 那人就跟你比活 这啥意思 是你加92号汽油 研究上这来 要加95号 你先上那边 这就是92号的意思 对吧 所以你看了啊 这个 这个V还是二 它随时都可能变化 在国外 尤其上了英国啊 是不允许翻过来的啊 你翻过来是非常不礼貌的 一定记住 手心冲外 那我们还有一个 这二表达的是 我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老看见 就是这样 你看 那个舞蹈跳舞唱歌 都不知这啥意思 就从眼尖划过 是没意思 我特二 你特二吗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呢 一个手势 它实际上代表了 语言中的很多复杂的意思 我们这个生活中呢 经常可以碰到 但是你不深究的时候 你有时候觉得这没什么 可是你深究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事情你未必很清楚 就比如 我就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我们这一期主要要聊聊 说话的艺术 那你说话的艺术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呢 知道语言的诞生 猿人肯定说不了 我们这么复杂的语言 但是猿人 它一定会发声 它跟动物一样 靠叫声沟通 为什么靠叫声沟通呢 因为声音能传得很远 你知道这个大象的低频声音 能穿到几公里 乃至十几公里外 你看这猫子就叫 它们之间是在传递信息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它啥意思而已 那么动物的这种传递 声音系统 语言系统呢 跟人类是一样的 这个人类就慢慢的 把这个语言系统 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有的专家写过书 叫语言的诞生 他就说这个语言 它肯定不是基因突变产生的 不是某一天 某一个人 突然会有一条复杂的系统 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它比我们想象的 可能要早很多 我们的文字是非常晚的 但语言一定是非常早的 在至少百万年以前 我们祖先就可以 由语言交流了 这个语言的系统呢 不断地进化 催生了新的语言诞生 就加强了这种 信息沟通的技巧 比如我们现在说 我们的计算机 计算机叫计算机语言 那计算机语言很简单 它是靠零和一 一个正极 一个负极来表达 0101的 1010的去表达 二进位嘛 我们现在是十进位 12345678910 到十就变成两位了 但是二进位它不是 一就是一 二是10 三是11 四是100 五是101 六是110 七是11 八是1000 你看我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人类的这种计算机这个技术呢 使人类沟通变得更加有效 每一次的信息革命 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自己 也是我们看到古代的过去 那么当人类想表达自己的 这个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肢体语言显然就单薄不好用 生活中你有大量的肢体语言 但是你仅靠肢体语言是非常的累 比如你表达具象的很简单 你说你把那果子给我摘下来 这个比较简单 是吧 我有几个果子我拿不了了 这个比划也比较简单 它比较具象 但你抽象的 你比如我们官复博物馆 那官复的来自老子的道德经 它叫智虚极守敬堵 万物并作无以官复 十四个字 你怎么能用手势表达出来呢 你很难表达出来 那这书语言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那我们说这语言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什么 我怎么说 这是一个方式 我说什么 这一定是有技巧的 有很多人 我们都会说 这人会说话 会说话有某种程度上讲是天生的 这个人就是聪明会说话 知道这话怎么说 你比如说我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 你看那说相声的 说相声上来就说 我今儿说什么 你比如我们的单口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 他上来张口就说 我今儿说这事啊 是多单的事啊 你看他上来就说 我说什么 我告诉你 是不是 这是一个基本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说话 分成几类 第一类呢 是朋友之间的一个聊天 闲聊 闲聊呢 它有一特征 一般情况下 无目的 慢条思理 有一搭 无一搭 还有一种呢 是说事 你比如工作中经常是这个 说事 我赶紧跟你交代一个事 有人还急着白脸的说 有人说起来就是 就是大猪小猪落一盘 低了光脑子全给你 竹筒倒豆子 全给你倒出来 还有一种呢 是情人之间的一个 谜言蜜语 特腻语 当然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语言沟通呢 就是 骂 开骂 这是情感的极端宣泄 你比如说过去 我 我早年 我刚结婚的时候 住一桶子楼里 那桶子楼里 它不怎么隔音 两口子吵架 开骂 全楼都听得见 全楼的人 都对担心 说这两口子这么开骂 互相骂的可难听了 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全楼都为他们端心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那俩人互相垮着 一个拎着豆浆 一个拎着油条 就回来了 招摇过世 所以 他们之间那种开骂 更多的是情感的宣泄 还真不是那种 剑拔弩张的冲突 再有一种讲话 是老师的 讲课 一类是照本宣课 这老师 把这个信息念一遍 全给你了 还有一类呢 当然就讲的极为生动 我们今天网络传播非常方便 我们在各种平台上 都能看到极为生动的老师讲课 那么在这种公共场合中呢 还有一类的很有意思 就叫传销 蛊惑 这我听过 太有意思了 这种传销大师 说起来也叫大师 你比如说 他会要你的掌声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说 听懂得请鼓掌 对吧 你看满场 全都鼓掌 为什么呀 这句话 如果你不鼓掌 就明显你没听懂 你没听懂 明显你的智力 低于周圈的人 所以听得懂 听不懂得一块鼓掌 所以就显得这个会场 特别热闹 非凡 这种骗术 也是一种语言中的极致 所以我老说 天天上一档 档档不一样 就这么来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 我说什么 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类型 他要说什么 那现在就是说 我怎么说 对吧 我怎么说 这是一个语言的技巧 中国人的 大部分人的语言表达 都比较委婉 我们不大会正面的拒绝人 就是大多数人不会说不 这包括我自己 我很多年以后 我至少六十岁以后 我才学会了 能跟人家说这个事不 我不去 我过去说我不去 我都会说我不想去 你看 我不想去和我不去中 明显的我不想去 还留有口子 那别人就劝你 你不想去 你今儿能不能帮个忙 什么折腾歌 然后呢 你就变成 一不好意思 不想去也得去 是吧 所以我们从骨子里呢 就特别怕拒绝别人 我经常 这个就遇到这种情况下 人家就是说 不停地邀请你干什么 你就说 我今儿忙没时间 下回还约你 你下回又不瞧 我又有了事了 最后人家跟你说什么 人家说这样吧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以你为准 那你说你怎么办 这不是别人 把你逼到绝境 是你自己 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 因为你前几次 你没有明确表示 你不想去 对不对 那么 你只推托找各种理由 那别人就就着你这个理由 不停地 换条件 来适应你的条件 其实你是内心不想去的 如果你一开始说 这个事我不去 我不想去 那可能就没有 后面这种难堪的事 对吧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 如果你内心不想去的事 你一定要明确地表达出来 防止以后 让自己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 所以我就说呢 我们有一个生活中 百事百灵的一个小妙招 这个小妙招叫什么呢 我觉得啊 就叫先肯定 后否定 比如一朋友要办一个私人聚会 你事先知道有一个人在 但你不想见这个人 那你说 怎么说呢 你说哎呀 我这个时间不巧 我这怎么着 那个 我有个事脱不开身 你这么说呢 那别人一定想办法 把你给邀请去 那你就干脆就说 哎呀 这个聚会真好啊 说我可惜我已经有约在先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善意的谎言 谎言不管是怎么说 你善意不善意 你也叫边瞎话 所以小孩啊 孩子从一岁开始有语言能力 开始成长 一般到三四岁 他一定开始跟你说瞎话 说瞎话不可怕 因为从儿童心理学上啊 小孩说瞎话 是心智成熟的一个表现 如果一个人一生中 一句瞎话不说 那我告诉你 这人智力有问题 他为什么要说瞎话呢 是因为他意识到 说瞎话成本最低 对吧 最简单 最有效 它是一种很方便的方式 所以他就要选择说瞎话 那当然大人在教育过程中 要扭转这个孩子 不要说瞎话 但是不要说瞎话 一定是因为有厉害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经常说瞎话呢 是因为他能够高效地解决问题 对吧 你比如 你今天不太舒服 你这个不想吃饭 人家就问他说 吃饭了没有啊 其实你没吃 你说吃过了 你说了瞎话 但是你用吃过了 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如果你说你没吃 我不大想吃 说哎呀吃吧 有什么不行 咱一块走 这有那个 然后你后面就会 啰嗦很多很多麻烦 如果你一开始就说了 就是一个简单的 无厉害冲突的一个瞎话 你就很好地 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种善意的谎言 理论上讲 它跟人品无关 它是考虑对方的感受 而给自己多一个托词 比如我们说的 这个说话的技巧 就是我怎么说 我们生活中经常有人 靠语言要解决问题 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靠语言解决问题的 比如催账 催账这个事 我现在都是 很少经历这事 我们其实也是被人欠钱 我原来专门讲过欠钱 就是借钱不还的 过去历史上 我看过很多催账 大家看见这个催账 很有意思 催账有两类 都是靠语言 一种是穷凶极恶 就是以前不慌不行 我这拍桌瞪眼 弄得全楼都知道了 给你一个威慑 但我知道一回 有一个朋友的催账厉害 那个厉害催账的人 说话细声细语 第一催账这人本身 就只有一米六几 体重我想有一百斤就不错了 但人穿得干干净净 西服砸着领带 戴着金丝眼镜 去人家催账 这钱就还了 所以有时候你拍桌瞪眼 大声小气的未必起作用 关键是你话说的是否有力量 是否能达到对方的一个内心 所以我们要掌握 这个说话这门技巧 要分清对象 说白了 你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生活中 我原来讲过 我们生活中无非你的对象 就三种人 生人 熟人 亲人 我以前都说过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熟人要亲 这个我就不在这赘述 你们要愿意看 翻阅以前的都能找到 那么我们以认识程度来说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么三种 一种是陌生人 你碰到这个人就是陌生 你不认得他 还有一种是由生到熟 慢慢熟的 还有一种是比熟人还熟的人 叫什么人呢 叫情人 对不对 比熟人还熟叫情人 那陌生人 甭管你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可能路上路遇的 也可能是被人家介绍的 比如相亲 是吧 那这种陌生人之间 就是第一次交流非常重要 你最要注意的 防止进入这种尬聊阶段 你上来为什么就尬聊 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尬聊 是因为你老不停地问 说话有个简单技巧 生人之间 就我说陌生人 不管你是有目的交流 还是无目的交流 尽量少问问题 最多就问一个问题 或者最多俩 我说过 你问三个 对方肯定就烦了 所以你问问题的时候 你随便不管问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学会拉到自己这边说 你比如大部分人都会问 您是哪人呢 对方说 我是昆明人 昆明好 昆明那春城 我听说四季如春 那地儿我还没去过呢 我特别想去 这就把自己的弱试出来了 要不然你也可以说 昆明那地方好 我去年去了 那对真好 我特别喜欢吃那的那个粉 那叫什么粉来着 那不叫粉 那叫过桥米线 你就把话都拉过来了 说什么都可以 一定要想办法 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 是弱 而不是是强 你不能说 昆明那地儿有什么意思 很阴冷啊 很不舒缓 那过桥米线空有其名啊 听着挺好的 吃着就那么回事啊 那你这个没法跟你去聊天 所以在生活中 尤其语言交流中 尤其对陌生人示弱 是你取得对方好感的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凡尔赛 凡尔赛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经意的炫耀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不要在不经意的炫耀中 得罪对方 那再有一种呢 就是关系 就是我们游生到熟 最后成为很好的朋友 那么过去啊 这种游生变熟的事特多 我有好多朋友 都是在很奇怪的环境中认识的 中间没有任何介绍人 就是而且是一对一 还不是一群人 以前我讲过 我认识一个人叫张克志 那人就在马路上 拿着个树枝子写字 我就过去看 我说呦 你字写得不错呀 就这么聊起来了 一直聊着他 他这人就是很 一辈子受苦受穷的 我还借过他钱 那就是关系很好 对吧 那我在马路边上也认识过人 坐飞机也认识过人 坐火车 这过去都认识过人 为什么能游生变熟呢 就是一开始双方印象都不错 双方印象都不错 那有人说 现在你有名的人跟你这样 人家buddy 你不是这意思 我原来认识 我没名 我没名 我有啥名 我跟老百姓一样 我就是喜欢跟人交流 交流一定要有目的 对不对 要有目的 我们这个 有的人说 你这没目的 你跟人交流什么 我们今天交流 无非是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 直接目的就是你有求于人 我们在今天的整个生意场上 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有目的的求人 那么还有一种是间接目的 什么叫间接目的呢 我就想多一个朋友 不定哪天这朋友就能帮到你 或者你帮到他 你说不准 对吧 那熟人之间呢 它都是一种很亲近的关系 喜笑怒骂都可以 它是一种很自由自在的一种状态 前些年特别新的就是各种聚会 什么同学会呀 战友会呀 知青会呀 是吧 但这时候呢 就特别注意是什么呢 因为很多 你比如同学会 几十年不见 大家聚在一起 生活状态发生很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状态 这时候切记炫耀 有人说 哎呀我这 我这开法拉利来 还不如坐地铁呢 你说这事多招人讨厌呢 对吧 就不能这么说话 我前两天也是 在那个参加一个 一个活动完了 大家都去吃饭 吃饭就瞎聊天 聊天就一个人就聊 就说 哎呀 说这疫情把我误在这儿了 他说 呦 我这一下午 随便逛个街就花了几百万 你说这人是不是招人烦 咱先别说招人讨厌 他就招人烦 我觉得你下午 逛街花几百万 大可不必 貌似漫不经兴的去炫耀 那会说话的人 他就不这样 你比如说 好多朋友都没见 或者说熟的朋友 也可能生的朋友 大家在那一看说 哎 明年打算干嘛去啊 说旅游 带老婆去旅游 说到哪啊 说这不是老说 马尔代夫好吗 我得去马尔代夫度个假 都到这岁数了 如果会说话的呢 你得这么说 你说马尔代夫啊 我去过啊 我跟你说 如果你不在意多花钱 我告诉你 有一家酒店不错 就是贵点 至少应该住一天 你看这话里话外 表示自己也去过了 也肯定了你的计划 还给了中肯的建议 高级语言艺术就是这样 首先不委屈自己 不是委屈自己 第二不巴结对方 既不委屈自己 又不巴结对方 最后一定要给自己 留出一个话语空间 就是说话不说满 说话说满了 非常的可怕 苏东波就说过这样一句 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群居不宜 独立不拒 什么意思 就是人多的时候 一大堆人在一起 我不能倚靠谁 我不能老靠着谁 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也不害怕 你想这多强的 这个精神状态 这个内心得多强大 我们大部分人 都有这个状态 连我都有 就是人多的时候 都会依赖于谁 依赖于谁 今天 当然我到这岁数 我也犯不着依赖谁了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 也一样 我没什么心性的 跟你们都一样 就是该犯错误犯错误 该牛的时候牛 该这个出问题也出问题 只不过我现在岁数大了 我积累了很多经验 我可以去传授了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能听到有人跟我说这个话 我可能少走很多弯路 少跌几个坑里去 是吧 都一样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讲 在语言交流中 跟朋友之间交流 跟半生的人交流中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一定要知道 为自己留出空间 为别人的感受去考虑